密枝旁邊還是縫隙要緊 點,這些點有時候真的略帶板,尤其在密枝部的 寫得比較方啊,跟其他點不太一樣 口稍微寫窄一點,因為這裡還有一個束縫 把它寫高一點喔,主要是因為它旁邊要寫錯字符 這樣配那個錯字符看起來會比較好看 太扁的話這個整個字就覺得軟、快、扁掉不好看 回 點不一定每次都大喔,常常強調一點 有些東西是一個原則,原則要即使有時候被它打破 這變成變化,在原則裡面做變化 那就是看起來它的神韻是對的 可是用筆不是每次都長了一樣 一般大叔瓦家都可以做到這樣子喔 所以變化才會多 會 所以原真卿這麼厲害的人啊 其實很可惜啊,被後代人都把它寫呆了 而且只用一種方式去寫它 其實有點可惜耶,因為看它每一個時期的作品 大字小字其實都有一點點不同 絕對不會是把它寫一樣就好 可是一般人在解釋眼真情還是習慣用一招 解釋所有的,其實有點奇怪 會 會 縮 縮 縮 點 跟著很好 右邊不能伸過去,左邊可以伸長 口一樣,可以讓它收緊 縮 點 點 否則 撇都非常挺近的 這裡有這個 弧度 縮 先 通常橫畫有右斜鉤的橫畫都比比較斜 這樣待會搭配比較不會有問題 搭配一些 一個右斜鉤 下面比較長因為沒有空間了 點 這個通常筆畫比較長 以前的五第一橫就很長 是現在的五第一橫才縮短 差別在於說 進軍的話 以前的五有被右斜鉤穿越過 現在五都只有一半而已沒有穿越過 點 點 釘 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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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点,讲过这里都要密,均,撇,再一个,撇,这个纳通常最明显 1,1也是撇,可以短,纳,长,右下角最长 密点,往左边,右边,往里面,撇,撇那支纳,纳往旁边,不用往下面了,因为下面还有个山要挤进来 这里要挤一个山 最后压下来,伸长一点 哦,比划不多,但是可以稍微写重一点,注意这里有弧度 这里有弧度是因为要维持放射状的均间 放射状的均间,等于说这个是有点放射状的 多,跟多帕的多,自己长得还蛮像的 感觉上,这么多年了,还是没什么改变 倒是很特别 多 10 上重 下可以轻,这样就有点变化 10 10 连续两个宝盖头,大小不用一样 上面这个可以稍微小一点 小点是因为下面有一个纳可以伸展 4 撇 纳 这个纳可以伸展 0 连续两个宝盖头 至少要写的不一样吧 让人知道你有改变 不然 一直在套公司 看起来变化也比较少 真轻自己写,当然他可以随心所欲 那我们写的话可能叫鼓努为力 没办法像一真轻要高兴怎么写这么写 边写要边想 好,这一场施鞋的都比较瘦的 都比较瘦的 都比较瘦 收了一阵子也要稍微点分量 不一定要从头瘦到尾 禁 除,除可以整个字加重 像这个跟刚才那个禁啊 做一个区隔 有时候字跟字之间要互相有表情 互相衬托对方 有重的就能衬托轻的 有轻的就能衬托重 有直的就能衬托区的 一红是短的 好,往内缩紧 一个直一点,过来以后再从这边滑下来 把短和 这个斜宽一点 上下斜宽一点 这短,因为下面笔画真的很多 这四个点能平就平 不然塞不进去以后 下面这些字啊 就麻烦大 比较非常的多 要注意间隔 要注意它的宽度 要注意它粗细的变化 等于说 要注意的还蛮多的 通常月再窄一点 没关系 右下角比较低 一、八、招 招 好,上面再用唱的 来换一个招式 不用写一个标准的 唐超人 比较喜欢写这样走步 要这样好写好看 左臉右不連 身長右邊不要 左邊短 女少要拉直一點 因為旁邊還有一個鬼字 所以他比想像中的挺直 這個撇短 旁邊有個女 這個大一點是因為中間還有一個 把它寫緊 喂 筆畫不多 所以沒有必要寫大 但是也可以用重量來加重他的份量 免得人家覺得這個困真的太瘦了 這麼重才看起來困住了 橫 橫 稍微向中間 集中 上面也是上跨 下轉 撇是這個字要支撐的 所以稍微拉長一點 我拍照 你 我拍照 我拍照 你 你 有 我拍照 你 你 感谢观看